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 约个什么事 领导部这什么工作 一晚上都睡不着 陆总 其实我今天 没事 没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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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装的什么东西这么沉 没事 这都是咱们案子的材料 这么大一箱子 对 这个地方让工程部收拾一下 好的 陆总 我给你拿 没事 没事 我来 我来 没事 这些是所有与客户相关的 工作邮件 还有这些 这个是拆旅报销单据的 复印件 这些是原件 这么多呀 是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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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证据目录 所有的头等舱机票 五星级酒店 还有高尔夫会员卡 米其林餐厅都在这里面 你看看 这都是我们花的钱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帮他跟客户建立了关系 各种有的没的国际会议 出国考察 然后他就把客户 带到我们的对手那边去了 这不是心寒吗 你说是不是 是 陆总 您也是我们荣科 最重要最重要的客户 荣科为了和您建立 长期稳定的关系 也是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 廖旅士离职 如果您跟他走 对我们荣科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损失 您一定能理解我们的心情 所以希望您能留下 谢谢您 你没跟廖旅士走啊 我留在荣科了 挺好 挺好 你工作很认真啊 我知道您的法务团队 建议您换锁 我虽然是个老板 但打官司我不专业 所以说专业的事情 还是让专业的人去做 是吧 我们也是专业的呀 您是觉得 我们在给您服务的过程中 有哪些您不满意的地方 不是 不是 主要是啊 廖松婷是主办律师 他跟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他走了 你们所还有谁 对这个案子 能比他更熟悉 是不是 陆总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现在跟您讲一下 我对这个案子的理解 然后一会儿廖律师来了 您可以做下比较 看看谁对这个案子更熟 您看这样可以吗 好吧 在家沙发 那小明星 有词 这一会儿 那就说 只是尾上 应该要起来 有数据 我都起来 你要起来 你还起来 那只这个门 把你还起来 你还起来 这个顾 李总 越来越年轻了啊 廖律师 越来越会说话了 一南不错啊 你多关照啊 左纳来了 在陆总办公室呢 谁约她 没人约 自己堵的门 这还挺执着 赌门没用 赌门的人多了 不解决问题 这事陆总说了 基本已经确定就是你了 来 这边 让你贴心了 你们一起那个人呢 他不是我们一起的 根据劳动合同 钱宁任职咱们公司客户总监期间 月薪五万元 他熟知客户与双剑之间的交易习惯 交易需求 价格承受力 甚至主管人员的个性信息 而这些信息都属于经营秘密 不是 姑娘 我马上就说完了 不是 这样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你确实做了大量的功课 专业经验 但是我们的法务团队 之所以要坚持跟着 廖律师换索 是因为你们的精兵强奖 都跟着他走了 你们所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我们就是留下来 也得不到好的服务啊 陆总 您原来的客户总监 之所以能带走您的客户 也是因为他带走了您的团队 是啊 以此说服您的客户背叛您 是啊 所以说 我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要打赢这场官司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背叛是没有好下场的 尤其是背叛我陆双剑 所以啊 陆总 我们才是您最好的选择 打官司相当于上战场 选择律师 要选择从内心认同您 相信您 和您有共同价值观的战友 您痛恨背叛 就不能把您的案子 交给背信弃义的人 因为人很难说服别人 相信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事 而我们律师这个职业 就是要在法庭上说服法官的 不好意思 您是 那个 那我给左纳姐送手机 没事的 好好好 对不起 我先接个电话 好吧 好 喂 叔 怎么了 别着急 慢慢说 没事 儿子 是这样 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 都不是大事 我让小艾来处理 好吧 你别管了 行了 那先挂了 嗯嗯嗯嗯 小艾 陆总 云涛头两天啊 到车的时候碰了一女的 那个女的今天打电话 说是耳鸣 我们车是全闲 你问保险公司吧 好 您别问了 过了四十八个小时 保险不理赔了 那你就陪着云涛带那个女的 去医院看看 行 去医院看病倒没什么 怕的就是她碰瓷 我们律所的助理 潘岩 我说我也觉得这个事有点蹊跷 我还反复地问云涛 我说为什么没报警啊 他说当时就是倒车雷达响了 然后他下车以后 那个女的就抱着孩子站在车后 我没有倒啊 然后他说也没什么事 留个电话就得了 要是有问题呢 再给你打电话 没问题就算了 对啊 是这么说的 然后过了四十八个小时 才联系的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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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两天 那就对了 因为过了四十八个小时 保险公司就不管这事了 交通队事故科也不再处理了 反正现场也没有什么探头 没有监控 他随便说呀 我就说我头晕恶心耳鸣 这医院查不出来 都是自己主观叙述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啊 这 碰瓷的套路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样 见得太多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个 您看您要方便 我留您一微信 我有好多这些个套路 我按例分享给您 好好好 这样你扫我吧 好嘞 佐纳姐 你也扫一会儿 好 好 来 来 来 就怕他们是团伙啊 那碰瓷一般都是团伙作案 所以不敢让您报警啊 云涛这孩子 就是太缺乏社会经验了 要是真是碰瓷 千万别让您儿子随便接电话 要是被套话或者被录音 那就说不清楚了 好 好吧 那对不起了 我那边还有点事 我先过去 陆总 我就是希望 让我们做的这些工作您能满意 满意 满意 那我就失陪了 廖律师在那儿等着半天了 好吧 好 好嘞 好嘞 你照顾一下 好的 我通宵了 没啥吗 你说呢 你也太拼了吧 陆总那边订了 陆总那边订了 我跟他多少年了 就订那边了 潘延 对吧 我们也加个微信吧 我是怕他们把陆公子的电话 翻网上网报 到时候说咱们撞了人不负责 那就麻烦了是不是 行行行 没事 不行 咱就报警 完了那个 也别怕什么讹人呀 别怕负责任 反正有什么问题 您跟我说就行 好的 来 来 来 别别别 我我我撒你 我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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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我这太紧张了 我们环景有一个 专门处理侵犯 商业秘密案件的团队 很专业 胜诉率高 经验丰富 那咱们应该 从哪些方面进行诉讼啊 核心是客户名单 客户名单是商业秘密 我们准备从这方面入手 那还有其他的吗 主要是您所有的安全资料 都在荣克那边 所以 咱们得签了合同 我们才能让荣克 把这些东西移交过来 对不起 那我们之前跟 荣克签的那个 那没事 我们可以替您去 跟他们解约呀 不影响的 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比如说违约金 违约责任什么的 不会 就说他们没做好 不满意呀 这么说 不用您说 我们是您的律师 我们去说 您不用管呀 反正你们都是专业的 是吧 那陆总 今天咱们就把合同过来 那你们来订吧 你们订 你刚说的太绝对了 超过四十八小时 保险不在理赔 那应该怎么说 应该说 超过四十八小时 通知保险公司 因果关系难确定 保险很有可能不笔 交通队事故科也不好处理 不是不再处理 咱也不是在法庭上 用得着这么严谨吧 当然要严谨啊 要养成习惯 行 我下回注意 你又没在现场 你怎么说人家是碰瓷啊 我妈是开网约车的 这种情况现在特别多 我也没说全啊 我说百分之九十九 是碰瓷的 那万一不是呢 那么还有百分之一呢